大家好,歡迎來到還是要發光 小朋友,在我這邊有兩個字卡 相信你們都知道這個是 good 就是好的意思 而這個呢代表 bad 是壞的意思 我中間還有預備了一個小的箭頭喔 通常在我們生活當中 我們常常會需要做出選擇或是決定 有的時候我們做的是壞的決定 而有的時候我們會做出好的決定 你現在看這個箭頭是往哪個方向呢? 沒有錯,是壞的方向 因為很自然的通常我們會做出壞的決定 這是因為在我們心中有一個東西叫做罪性 它會帶領我們本能的去選擇那壞的決定 就好比有一個人他幫你取了一個很難聽的綽號 你心中一定覺得非常的生氣 然後又有一個人亂拿你的東西 在你心裡可能就很想打他們罵他們 這個就是壞的選擇 有時我們甚至會想要做出更多壞的選擇 不過當我們認識神 耶穌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去做那好的決定 或者是好的選擇 這就好像耶穌曾經跟一群猶太教師 所分享的一個故事一樣 當耶穌在世上時 他常用故事教導人 用故事來教導人的方式也叫做比喻 有一天 耶穌說了一個關於好薩瑪利亞人的比喻 這是對壹群猶太人說的 故事的開始是從壹名猶太律法師來問耶穌說 我應該怎樣做才能得永生呢? 其實他是在問 我該如何做才算是完美的人 既然這位詢問的人是壹名律法教師 他應該早已有答案 因為他知道所有的律法 但是他想要看耶穌怎麼回答 耶穌知道這位律法師在想什麼 反問他 律法怎麼說呢? 律法師說 你要盡心盡信盡力盡意愛主妳的上帝 又要愛靈舍如同自己 然後又問耶穌 那麼誰是我的靈舍呢? 耶穌就用了一個好薩瑪利亞人的比喻來回答他 有個人從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 途中遇到了強盜 他們剝了他的衣服把他打個半死 然後丟下他裡去 在那裡聽故事的都是猶太人 所以他們都清楚知道耶穌說的是什麼情況 耶穌繼續說 剛好有位祭司經過這條路 看見那人躺在地上 連忙從旁邊繞過繼續趕路 你可能會期待這位服侍神的祭司 會停下來幫助他 但是他沒有 耶穌接著說 又有個利未人經過看到他 也跟先前那個祭司一樣從旁邊繞過去 利未人是祭司的助理 所以你可能也期待利未人去幫助他 但他也沒有停下來 耶穌說 後來有位薩瑪利亞人經過 記得嗎? 薩瑪利亞人就是從薩瑪利亞來的人 薩瑪利亞這個地區靠近以色列 那是神百姓猶太人居住的地方 然而 猶太人和薩瑪利亞人彼此不和睦 事實上在現場聽故事的人中 沒有一個人期待這個薩瑪利亞人會去幫忙 因為薩瑪利亞人和猶太人無法忍受彼此 而當耶穌說 這個薩瑪利亞人看見這人就動了慈心 他上前去替他包扎傷口 然後把他扶上自己的驢子 帶他到附近的客店照顧他 第二天交給店主一些錢說 請替我好好照顧這個人 奪出來的費用等我回來時再補給你 說完了耶穌問 你認為在這三個人當中 誰是這落到強盜手中的靈手呢 立法師一點都不想提薩瑪利亞這幾個字 他只說是那個憐憫他的人 耶穌對他說 沒錯你去照樣做吧 換句話說的意思就是 耶穌要他去愛每一個人 當我們學習付出愛 我們就是在順服耶穌 順服上帝不是意味只做他律法上說的事 順服上帝的意思是要去愛神勝過一切 並且向每一個我們遇見的人展現他的愛 這就是好薩瑪利亞人的故事 最後我們來一個快速的回顧 一位律法師問耶穌 要怎麼做才能得到永生 耶穌回答說律法怎麼說 他回答你要盡心盡信盡力盡意愛主你的上帝 又要愛領舍如同自己 他又問那誰是我的領舍 耶穌說了一個故事 如果你錯過耶穌所說的那個故事 這裡有個非常快速的版本 一個猶太人被打 一個祭司繞過他 一個祭司的助理繞過他 一個從薩瑪利亞來的人實際的幫助他 這真是太讓人驚訝了 耶穌教導他們 當我們付出愛時 就是在順服上帝 如果是你 你會選擇停下來幫助 那看起來有需要的人嗎 耶穌說聖靈可以幫助我們 去做出那好的決定或是選擇 在我這裡 有一盆裝滿水的水壺 這個就代表聖靈 而在我眼前的空瓶子 就代表的是你 當你願意讓聖靈來充滿你 並且來帶領你的時候 就像是這樣 聖靈他可以來引導我們 並且帶領我們進入真理 你看到了嗎 原本往壞的方向 現在轉向了 變成往好的方向 即使我們習慣做出壞的決定 但上帝可以幫助我們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需要聖靈在我們生命當中 你也可以向上帝禱告說 上帝啊 請你讓聖靈幫助我去做好的決定 現在你知道如何做好的選擇 如同那位薩瑪利亞人 他學習去愛人 讓我們一起選擇成為良善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上帝 請你幫助我要成為那良善的 讓我們能夠常常去做那正確 對的與好的決定 請你來幫助我 謝謝耶穌 我們以上禱告 奉靠耶穌的名 阿們 還是要發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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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